中有近1800年历史的岳阳楼 既承载着岳阳的千年文化 也是欣赏洞庭湖美景的最佳去处 剩下的岳阳焦阳似火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 但依然有很多游客 慕名来到岳阳楼 像岳阳楼被称为是 中国江南三大名楼 那和藤王阁 还有这个皇后楼相比较起来 岳阳楼最大的特色是这 三个楼它们文化 它都很深厚 你像这个岳阳楼是岳阳楼记 皇后楼是最后有一所诗在上面 藤王国有的王国戏 但是从它的建筑美学 和它的横顶美学上去看 岳阳楼是以景圣 因为有东南湖 景很美 皇后楼是以形圣 比藤王国的话 是以至圣 就是它的建筑形之很美 但是岳阳楼它的横顶 比构筑最美 岳阳楼的历史可以追逐到 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那时的岳阳楼 只是东吴达都都 鲁肃训练水军的一个阅兵台 后来经过多次改建 到了清朝时 才有了现在的岳阳楼的样子 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中描述的 岳阳楼上俯瞰洞亭湖的景色 也正是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让岳阳楼天下闻名 如今在岳阳楼的一楼和二楼 最显眼的位置 都挂有岳阳楼记的木质雕屏 在岳阳楼的二楼 我们看到了一幅雕屏 上面所篆刻的就是人们 最为熟悉的岳阳楼记 那这个雕屏上是由谁来书写和篆刻的呢 在生态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幅雕屏 因为岳阳楼是一个木头 是寻木结构 就被大火翼烧掉了 这幅雕屏是在清代的时候 张照所书的 张照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 其书写的这幅雕屏价值连城 在清朝末年 当地的一位知显曾将其盗走 但因为意外而沉入了 洞庭湖的湖底 十几年后 当地渔民又意外地将雕屏打烙了出来 岳阳有一个文人叫做吴敏树先生 他做的这是岳阳楼记的一个雕屏 横条不起 很有文物价值 他自己看到这个螺子审败 这个螺子使它补上去 这个女国两个字也是审败的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看得很痕迹 修补的一个痕迹 这是它临摹把它停上去的 补上去的 刚才到了1932年民国时期 这个岳阳楼大修的时候 他就把这座标评 文笔归照就放在岳阳楼上 岳阳地处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 是一个连接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 早在宋朝之前 很多文人木客都来过这里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就曾写过一首名为登岳阳楼的诗 1964年毛泽东主席到岳阳视察时 还亲笔写下了杜甫的登岳阳楼 1983年维修岳阳楼时 当地人将其制成雕瓶 挂在岳阳楼的三楼上 那像登岳阳楼 大家也同样是非常熟悉了 尤其是前四巨 西门洞瓶水 金上岳阳楼 五楚东南彻 乾坤日夜福 那像岳阳楼吸引了这么多的文人木客来到这里 那它现在能够体现出来哪些文化的价值 那么岳阳楼的文化 我们把它总结归来起来 就是三座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当时 当时就是 都固定就是登岳阳楼 从孟浩元代 望东丁城长城下 画在岳阳楼的左边和右边 在圣诞的时候 而是以翻着岳阳楼的祭坛和经典 因为岳阳楼即使以先天下之忧 和天下之忧 这种忧乐观 文明于是成为千古其上 但是文化是远远流长的 并不是那么就没有文化了吗 在清代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楼和二楼 包括我们三楼所建到的对方 基本上都是清代的 如今的岳阳楼 已经成为当地最著名的经典之一 人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岳阳厚重的历史文化 同时也能欣赏洞庭湖的美景 那您觉得一天不同的时间段 一年不同的季节 洞庭湖所呈现的景色有什么区别 它的早晚的时候 都完全不一样 它早上这个湖面上 这个无际真头 这样一眼不好瞄的一种感觉 到了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前天 它的落霞的时候特别美 叫做洞庭日落 成为洞庭湖的一切 整一年世纪的角度去看的话 到了春天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冬天的武学 还是很平静 到了夏天的时候 江雪环游 到了秋天就是八年湖雪平 孟昊源这时候之间的开发 想不平于尽 到了冬天的时候 它就是基本上也是很平静 岳阳楼在洞庭湖边屹历千年 一直以来 洞庭湖都是岳阳楼最美的风景 而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 岳阳楼已经成为洞庭湖的 重要标志之一 那些千古名片 已经把洞庭湖和岳阳楼 紧紧连接在一起 成为长江流域 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 请不客气 我们下期再见